针对这起重大的台铁意外交通事故 花莲各乡镇市首长也动了起来 在事故发生之后 也立即的调派人力资源 来协助受难的家属 针对4月2号上午 台铁408次列车太鲁格号的交通意外事故 花莲市和吉安乡也在事故发生之后 全体动员了起来 协助善后的处理措施 市长魏嘉贤 10月2号的下午也来到了花莲市殡仪馆 了解相关处置的作为 并且表示目前已经集中相关的兵柜 希望能够给罹难者来使用 那今天发生这个不幸的事情 那我们在花莲市殡仪馆部分 全力配合我们在应变中心 所有的一个调度跟指挥 那我们在这个部分 亡者的一些费用我们这边都会吸收 我们知道罹难者的数字不断的往上攀升 那我们冰柜的部分现在暂时都还够 那我们也有携请相关的殡葬业者 还有请一些医院来做相关的资源跟协助 另外吉安乡长游淑珍也表示 吉安乡的池云山墓园也会提供相关的火化便利措施 希望能够给予罹难者最大的协助 那吉安乡公所火化场呢 承担起我们北区所有呢 大体火化跟礼仪设施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任务 针对于我们目前罹难者火化的部分 我们相信吉安公所也会开启了 我们这个火化减免的工作 来为我们家属智商最深的 这样的一个哀容跟哀悼之意 另外在事故发生之后 花联县各界也对于这起意外表达了最大的遗憾 希望能够给予受难家属以及乘客最大的帮助 记者徐立琴花联市报道